用一个对叶面发现的黄叶枯叶的叶面可以用的一个肥料 当然喷一喷 当然你平常用零酸二斤酱这些东西也可以 这东西喷一喷是叶面有效的控制它发黄 让它长得更绿更好 你像这种六月血压 然后像这种云烛 喷一喷 喷一喷它增加它的营养和肥力 它的叶片就不会轻易的发黄 会长得更好一些 往往是在换盆以后 当然刚换完盆也可以不喷的 换完盆以后它开始要生长的时候 就怕那户的根部整个根系还没有长好 然后营养就不良 然后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就是多喷一喷 像这种仓谱 好玩的仓谱 nouvelle 把沥花耳洗出来 有时候阎色了 有时候一干燥也容易... 肥力不够 也容易发黄 喷点喷点 反正这就是 我常用的时候 只要是发现这个 叶色有容易枯黄的植物 都可以给它进行喷洞下 喷洞一下 它会夜色会长得更鲜 更绿 更好看 就是这么一个 就是这么一个小肥料 我是老楼 如果你也对中国传统文化 很紧艺术感兴趣的话 那么欢迎你在视频下方留言 并且咱们一起探讨交流 共同成长